戴笠七十六 响路飞飞博奖 戴笠摇着头苦笑道 到底还是躲不了啊 戴笠话音刚落 杨虎已经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打着拱手道 余农兄 久违久违 戴笠害怕杨虎说出替杜月笙求情的话 抢先道 杨虎君是不是想替杜哥求情啊 这事我也做不了主 委员长亲自过问过 这案子在国际上都有影响呢 杨虎一愣 算是保住了面子 打着哈哈道 哪里哪里 我是专请羽农军去逼出喝茶的 走走 这点面子还是应该给我吧 戴笠件推不掉 只好上了杨虎的车 杨虎的家在上海环龙路 一下车 几个打扮妖艳的女人一拥而上 将戴笠服了 垂背的垂背 扇风的扇风 戴笠倒闻的反去过杨虎家里的达官 无不被她的热情所感动 看来此话一点都不假呀 除了戴笠之外 还有另外几个客人 都是幕下上海的文人名流 只见她们一个个被女人簇拥 一样受到优待 一会儿戴笠就被这些女人迷住了 还想更进一步放肆 一位客人小声对她说 你知道这些女人是谁吗 她们都是杨虎的小妾 戴笠急忙停止呼来 恰好杨虎路过 脸上更是一阵红一阵白的尴尬 杨虎走过来小声道 语农兄放心玩 不瞒你说 我杨虎之所以在上海能够有今天的地位 权杖这些姨太太会交集应酬 关键时刻还肯牺牲色相 为我打通关节 戴笠听得呆了 难怪杨虎在上海有如此的气派 原来靠的是这一绝招 戴笠后悔没有把叶笠侠带来 让她开开眼见 长长见着 正想着 只见一位身着长衫的文人 打着拱手来到戴笠面前 旁边的杨虎向戴笠介绍道 这位是著名的学者张世昭先生 杜先生的法律顾问 戴笠一愣 嘴里去嗑到 九阳 九阳 张世昭说 杜先生知道戴先生到了上海 在家里特地备了酒水 恭候大家光临 拆我去请 闻得戴先生到了这里 于是立马就赶过来了 戴笠见张世昭 一身书生气 便直言道 我知道杜先生请我是何一 刚才我已经直接对杨虎兄弟说了 张先生要不要我再重复一遍 张世昭面露尴尬 杨虎满打员场道 诶 于农兄刚喝了几杯茶又喝了几杯酒 可能不剩酒粒 你骗不听 这不你醉了吗 张世昭这才保住了面子 急忙告辞 戴笠的鼻子上发出了马一样的哼哼声 杨虎又说 于农兄 有句话切容我说完 说吧 从兜里掏出一张支票 这里是三十万支票 杜先生托我转给你 其余的就不多说了 戴笠正拒绝 杨虎的小妾一尾过来勾住她的脖子说 戴先生 你总得给我老公点面子吗 戴笠和女人一说话 再大的脾气就会化掉 再硬的决断都要软了 这是委员长亲自过问的 我实在做不了主啊 小妾道 做不了主 我们也不会逼你 只是我老公领了别人家的差 总不能又要他自己退回去吧 在场面上混 男人家的面子是最要紧的 求你把支票收了吧 转一趟弯 你可以把难处直接跟杜先生说吗 戴笠被小妾灵力的嘴说得无话可说了 从杨虎家里回来已经是深夜 一进门 审罪上来领导 处长 杜虎家里的礼品我们按您吩咐退了 知道了 回去休息吧 还有 杜虎生火气很大呀 把退回的礼品全都烧了 有这回事 是啊 是当我的面给烧的 戴笠一阵冷笑 很得意的说 没想到杜先生也有沉不住气的时候 审罪退下去后 戴笠掉头来到大街上 拦了一部出租车 直奔杜跃生的住处 杜跃生是有名的夜猫子 习惯于白天睡觉 晚上精神特望 见戴笠来了 从烟榻上翻起身来 打着哈哈的 哎呀 宇农兄 真是光临寒舍 有失远迎 失敬 上茶 话音未落 一帮丫鬟端上热茶 水果点心 等戴笠落座 替他捶背 杜跃生 拿起一个离子 啪的一下 打开了水果刀 转了几圈 一个离销好了 递给戴笠 宇农兄 深夜光临 戴笠把离放在茶几上 从兜里掏出那三十万元的支票 递给杜跃生 杜跃生脸上的肌肉 在灯光下抽动着 牙齿也咬紧了 戴笠登门退款 意味着自己将要上断头台了 他再也无法自制 拘起了水果刀 戴笠把支票还给杜跃生说 三哥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退离品 拒绝赴院 为的是 免得招人攻击诋毁 受人把柄 你倒好 还托养虎送我支票给我 难道我们的交情 就值这三十万元吗 你自己收好 我们既然是结拜兄弟 你的灾难就是我的灾难 杜跃生心里一热叫道 拿酒来 说着把举起的水果刀划向自己的拇指 酒来后把血滴进酒里 戴笠健壮 也抓过水果刀划破指头 两人喝了血酒 结拜为生死兄弟 就这样 一件轰动全国的毒品制造厂案 在戴笠的一手操纵下 只把松户警备司令部副官温建刚 当成替罪羊 拉出去枪毙 以应付舆论 而真正的主犯杜跃生 则安然无恙 这个事件 使杜跃生对戴笠刮目相看 认为他才是江湖上真正的高手 身会以前交往不深 发誓今后要加倍补偿 自此 杜跃生成了继胡宗南之后 戴笠的第二个知己 戴笠从上海回来之后 根据蒋介石的意图 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西北 在此之前 蒋介石得知红军长征到了陕北 急忙把张学良的东北军 杨虎城的西北军 胡宗南的中央军 共30万大军调往西北 与红军作战 并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共总司令 特务处成立之初 戴笠把注意力放在长江流域和东南阁省 对华北阁省渗透较晚 对西北地区抓得更晚 从1932年至1933年 西北闪甘地区一些只是零星的情报活动 直到1934年才开始派陕西华音人 黄浦军校一七生马志超任西北战战长 公开职务是西北市警察局局长 马志超原任八十师团长 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失败 一怒之下投奔戴笠 此时戴笠急于加强西北的力量 马志超又是陕西人 立即将其派往陕西 这是戴笠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战组织 真正是西北地区特工形势为之一变的是 1935年 这年的1月1日 蒋介石到杭州浙江警校视察 并由戴笠召集警校的高级特务听蒋讯话 蒋做了题为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的讲话 蒋对特务工作历来都是讳莫如深 很少有系统的长篇讲话 也从来没有文字建筑书面 一般来说 对戴笠或陈果夫 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务 也没有第三者在场 因此外人很难了解和研究他的工作思想 而这一次在哲景校的讲话却是个例外 他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只有两句话 第一 绝对服从命令 第二 不许自作主张 要求特务工作的内容就是做领袖的耳目与手足 并指示戴笠迅速在全国各地建立特工网络 加强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耳目与手足的特殊功能 根据蒋介石这次讲话精神 戴笠进一步调整部署 加强外勤机构的建设 并把西北地区特工组织的建立列为特务处的重点工作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 带笠迅速成立西北区 以统一指挥陕甘宁清四省的特务工作 接着又成立了榆林站 近南站 太原站 等省站一级的组织 但是针对陕甘宁边区而建立的特务组织就有20多个 为了加强情报传递速度 提高特工效率 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话总台 在西北割省建立无线电分站 配置割地特务组织的电台共有30个左右 对西北地区规定了三个工作对象 第一个工作对象是红军 要求西北以所谓看不见的力量 一方面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 供蒋介石和西北搅共时围剿决策的参考 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大肆搜集 真补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进步人士以及爱国青年学生 以维护蒋管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 第二个工作对象是张学良和东北军 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一批 具有抗日救国的思想的高级将领 和一些进步人士的活动 防止他们对蒋有怨恨情绪 消极对待搅共军事 第三个工作对象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 在西北方面 戴利对杨虎城的注视仅次于共产党 这段时间 戴利因在南方忙于瓦解十九路军 分化陈济堂的广东军 追杀王雅桥等注视 对西北一直采取遥控的办法 因此进展不快 从上海回来不久 戴利的妻子来南京治病 经检查 确诊为子宫癌晚期 这个时候 戴利已经准备培养自己的第二梯队 因他特别羡慕杨虎在上海的排场 尤其是喜爱杨虎几个姨太太的交际应酬手段 于是他带妻子毛秀从 在上海治病时 也把叶霞迪带到杨虎家中 学习礼节和交际应酬 准备妻子一死 正式迎娶叶霞迪 戴利在毛秀从重病时 突然良心发现 亲自去广州仁爱医院看望 当毛秀从在病危中不停地叨念那句 我吃亏了 那天 那天白日我不该拒绝他 戴利听后 从心底涌起一股厌恶 速速出了病房 觉得和这种士气的农妇 简直无法说话 为此 他决心把叶霞迪培养成摩登的贵妇人 准备等他在杨虎家中 学完礼节 再送往美国留学 几日后 毛秀从在上海仁爱医院去世 由儿子戴葬仪 扶官郡网江山保安乡安葬